关于国家出台成都的法律措施 请你拭目以待 大陆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 突然宣布要惩戒台湾名嘴 包含黄世聪、李正浩、王毅川、于北辰、刘宝洁等5人 及他们的家属 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 需编造有关大陆的虚假负面信息 挑动两岸敌意对立 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事实清楚 情节严重 我们也没有只有评论不好 没有评论好的东西 那如果中国要这样子 认为说我们在破坏这个所谓的 两岸之间的人民情感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这论名嘴在台湾相有言论自由 中国大陆如何管得到 大陆国务办所谓的惩戒 若参考过去的案例就是禁止他们进入中港澳地区 以及限制他们相关的机构跟中国大陆的组织或者是个人合作 并且禁止他们相关的企业或者是金主在中国大陆牟利 但是呢这是第一次针对了台湾的民嘴 也就是没有党职没有公职的一般民众 舆论不是法外之地 言论自由 也不是为非作歹的互生虎和胆剑派 被点名的民嘴李正浩回应 新台派不用羡慕 这是光荣的制裁 桃圆市议员于北成也称 这是他的民主勋章比过去带部队奖章还荣耀 台湾政权交接前夕 中国大陆国台办再出招 TV新闻朱光宏陈玉文北京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